上次咱们说冥想是借助环境来找感觉 感觉一定要大于形式 那之前呢我带大家看过我租的院子 那算是我的工作室 今天呢再带大家看看我的书房 也是我在家工作的地方 也说一说我在家是怎么做冥想的 桌子底下就摆着我锻炼身体的哑铃 陪伴我很多年了 这呢是麦克风 声卡 还有电脑 这个显示器是我刚换的 27寸4K 原价3000 我在这个二手市场买的700 嘎嘎心 太值了啊 有时候我就喜欢淘点这二手东西 那这边呢就是书架 反正书上翻的乱七八糟的 我也没收拾啊 这桌子也比较乱 反正大家见谅吧 我就是展示一个原生态 原汁原味嘛 这才充满生活气息 那么这边呢 这个是投影仪 就是有的时候我在这看看什么小电影啊 投到这一小这一面小墙上边 呃原来呢是在卧室里边投一整面墙的 是吧 然后现在宝宝不在那边吗 所以就拿到这屋来了 那转到这边呢 就有的说了 呃这个是佛陀 那个是地藏菩萨 这一看佛像啊 有些朋友就好奇了 啊 肯定会问我有没有宗教信仰 那这个问题我之前做过视频 我明确的说过 我是不信宗教的 也不参加任何宗教的组织和活动 啊 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哲学 一种文化来看 那么在我眼里边呢 这些都是工艺品 那当时是怎么请回家的呢 那是好多年前了 我跟我媳妇啊 正好我们俩在那个 一屋小商品城里边逛的 那有个区域不是卖佛具的吗 那路过的时候呢 我媳妇就往里边看了一眼 哎 她说 哎 这个佛像啊 好像在对我笑呢 我一看啊 还真是 这个架子上边啊 摆了很多 有好几排 都有二三十个 我发现呢 就唯独就这一个 再冲我们微笑 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我俩在那看了半天啊 研究了半天 那时候我俩也没钱 兜里就两千了 我说这是缘分啊 他不是钱的事 看看价也得拿下 那那个老板啊 他是卖三千 最后是一千五请回家了 那这是这个如来啊 这个佛陀的这个像 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呢 这个地藏菩萨是我们自博这边啊 每年都有陶瓷布兰会 我每年都去逛啊 顺便看看 那得是四五年前了啊 然后我离着打老远 我又看见了 就就又跟上回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跟我媳妇吧 一商量 哎呀就带回家吧 呃 这就是随缘嘛 就是你碰上了 你喜欢那就拿下 但是你要说啊 我多相信他们 白在家里 然后就能保佑自己 加持自己 让我逆天改命 这个我可从来没想过 这买回来啊 就是喜欢 就是看着书心 有这个缘分嘛 哎 看着他们 我就感觉心里舒服 感觉内心很平静 这就够了 啊 没有把他们像神一样供 这虽然表面 也做点这个表面功夫啊 在我这儿 他主要还是就是工艺品 算是一种精神象征 就代表内心的平静啊 圆满的那个感觉 而且呢 我喜欢他们的一点呢 就是他们不是那种穿着金装 金光灿灿的 就是很浮夸的那个造型 都是非常朴素的 这个造像的风格呢 也符合我对佛学的一个理解 咱们再往下看啊 这是一张小桌子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床垫啊 有的时候我就自己在这睡觉嘛 嗯 这边还有一个钢琴 喜欢着钢琴 但是呢 没时间学 就现在还一点不会弹呢 然后到这边呢 啊 还有一幅老的画 啊 这个这个老的画也有故事啊 改天咱们说一说 这房间啊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啊 就很小的一间房 我经常就在这写东西啊 录音呢 很多节目都是在这做的 特别晚或者特别早的时候 也不一定是每天啊 偶尔的 我会在这打打坐 那时间长短呢 也不固定 就看自己心情 那怎么来打坐呢 怎么冥想呢 首先是点上蜡烛 把灯关了 就很有仪式感啊 就有那个氛围 然后这呢 不有一个普团吗 对吧 正对着这个佛陀的这个像 然后我一对着这个像啊 一看着它 我就有这个感觉了 这就是长时间训练出来的 底下也有一个小桌子 有的时候我会敲一敲 这个尼泊尔颂波 来听听这个声音 那有时候呢 放点白噪音啊 什么海浪的呀 篝火的呀 那冥想用的方法呢 其实跟大家都差不多啊 就那些 就用的比较多的呀 就是观呼吸 鼠呼吸 再就是念念经 像是心经啊 还有经常经什么的 有时候啊 你坐着也挺累的 就是因为我平时也得 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吧 感觉这个背啊 挺不了那么久 那怎么办呢 就靠着这个门 就让这个后脑勺啊 肩膀啊 尾椎啊 它成一条直线 因为我长期以来 就是在电脑前面坐的吧 都有点这个寒胸脱背 所以呢 我就用这种方式啊 来重新调整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呢 一个是对颈椎好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这么打坐也不累 这个方法 大家也可以试试 一举两得 那打坐冥想的细节啊 我就不说了 今天我想说的呢 就是说我们在家呀 也可以弄这么一片区域 弄成自己很放松 很享受的地方 那还是那句话啊 一定要享受冥想放松的 这个过程 你要喜欢这个感觉才行 像大家 来看看我这个小房间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里面呢 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那这就是我自己的道场 我自己的净土 那谁也夺不走 我一进来啊 我就习惯性的 就感觉很平静了 那这也是一种神经训练 就给自己创造一个平静啊 放松的空间和氛围 然后再加上一点仪式感 让咱们忙碌了一天的心 有个地方 它能找回平静 说到这儿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 说我家里边没这个条件呢 我也没这么个房间 然后我也没你那个缘分 弄个什么佛像啥的 大家看到的是我现在 那我以前上班的时候 也是租房子 是那个时候开始练习的冥想 那那个时候 那没有那个条件吗 就是在窗台上 就有个飘窗嘛 在那上面 放上两盆花 这个植物也是很安静的嘛 然后再铺个什么垫子 这不也挺好的吗 这是你自己的空间 你自己去创造 属于你自己的平静 就不要去看别人 像我这屋里边 那些东西啊什么的 也是积累了好多年 你看那个佛像旁边 放的什么左右护法 两只小猫 一只小猴子 这都是有故事的 我觉得很简单 只要你有一个 向往平静的心 你就能创造出来 自己的平静 这个环境 这个空间 它不过是你内心的延伸 仅此而已 今天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了 这不又聊起来宗教的话题了 下一期啊 我觉得又想到了几点 再补充补充 我是安大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